温家宝是影帝的这个说法 最早来源于乌有之乡 它是中国毛派思想 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大北营 这乌有之乡平时主要干两件事 第一宣传左派的思想 第二就批评中国改革开放 所以他们把温家宝命名为影帝不奇怪 他其实是对改革开放之后 这些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没有好意一下 这个外号之后慢慢慢慢的传到了社会上 那个时代社会上也比较流行 给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起外号 比如江泽民的外号叫长者 后来还管的叫蛤蟆的 后来著名的不同政见的作家于杰 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影帝温家宝 影帝这个外号就叫的更下了 那温家宝之所以被叫影帝 主要是有两大原因 第一他愿意接受媒体采访 温川地震温州动车事故 大型灾难都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第二点温家宝直升后期 频频的提政治改革 但他自己又没有做到 到底是温家宝根本就不想做 就是为了说一些漂亮话 还是说他自己内心是想做 但他无力实现这样一个目标 都不想做了 那